吳亦凡在2012年从韩国人气男团XO中出道 但出道两年后就推出回国闯出了一片天 当年亦凡哥哥此举可是引起了不小的声浪啊 而近几年不管是在音乐上、节目上或是时尚圈 都表现相当亮眼突出拥有超高的人气 日前他接受访问 被问到曾经身为人气男团的一员有什么心情 他说韩国偶像的行程非常紧绷 使他无法自由自在地创作音乐 所以他才会退团回国 但就是认真的一部分 没有那些就没有现在的他 是啊,现在亦凡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 只能说泰斯哥啦 不过接下来的访问气氛让人有点小紧张 主持人问他最后一次和父亲说话是何时 他说从来没有 还问吴亦凡会不会想去联系父亲 他也摇头 因为吴亦凡从小父母离异 之后就跟着妈妈长大 没有再与生父联络 先前有网友在网上挖出吴亦凡的生父身份 使他忍无可忍 在深夜po问表示 绝对不要跨过家人这条底线 竟然能让好脾气的吴亦凡罕见暴怒 这条底线大家真的别猜啊 非凡娱乐解离报道